中华民国全国商圈总会移花东办公室 由花莲市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玲玲 担任办公室主任 在花莲市举情接牌一事 同时也邀请到多位百年企业负责人到场 和业者举办了商圈光点攻略分享会 期盼透过今夜分享交流 来促进东部地区商圈更活络 中华民国全国商圈总会移花东办公室 由花莲市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刘玲玲 担任办公室主任 在花莲市举行接牌一事 希望可以把全国各地商圈的资源和经验 带进东部地区 让东部地区的业者学习西部商圈的成功经验 也促进在地商圈活络 因为我们全国分层 我们有600多个协会 组织成全国总会 然后各个区都已经成立办公室了 最主要的目的是联谊 然后共好 共创未来 我们中间有两位讲者都是百年跟二代接班 我们要告诉大家说他们的接班的心路历程 还有后疫情的后期我们商圈未来该怎么走 未来我希望陆陆续续会邀请一些产业的精英 然后跟大家做不同的分享 让大家更能了解自己的未来和现在跟未来怎么走 然后让我们商圈能够跨足到观光旅游 让大家一夜结盟而共好 宜花东办公室接牌的同时也举办了商圈光点攻略分享会 邀请到百年企业和龙茅场 要进国际市场 以及木可 萝卜糕 营造街区老滋味的成功经验来分享 希望可以刺激创意想法 翻转老旧商圈模式 进而开发东部地区商圈的新活力 借着会幻视报道